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青年演员王俊凯 好 欢迎小凯在我们的签名背板处留下 哇 今天真的超帅的 现在都说王俊凯同学是会唱会跳会演气会做饭 善良美好有爱心 真的是超级棒 是一个全能的艺人 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然后带动着自己的粉丝在做公益 好的 如果我不喊停 应该这个拍照永远都不会停 刚才我听他们讲说 你来的时候穿的是羽绒服 咱有这么冷吗 北京最近确实挺冷的 然后也是快奔二了 没办法 对 今天真的是王俊凯同学穿得像白马王子一样 真的是在我们心中你就是白马王子 但这个装扮是自己选的吗 这个其实不叫白马王子 有点像斑马 黑白条 我想代表喜爱你的粉丝包括我 来问一下咱们六千万的粉丝福利 是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都在等着呢 你已经超六千万了 还不给大家送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次六千万我觉得肯定会给大家一个福利 但是这个福利是什么还没想的 因为没有想到因为还在准备五千万突然就六千万了就很尴尬的事情 你一直在欠着我们 你知道吗 我们每天要刷的时候说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大家的心愿 但是不要让我们等太久好吗 百忙之余一定要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 那今天来到慈善之夜 用一句话来说一下自己的慈善心得好吗 我觉得就是积少成多 积少成多巨沙成塔 对 用自己的力量去 好 谢谢小卡来到现场 感谢今天能够用爱来传递你的慈善 接下来踏上红坦的是青年演员毅阳千玺 我就知道大家的欢呼声马上就要开始了 确实是 他们很辛苦 但今天都来到现场 没关系我相信大家都能会照顾到的 好 都照顾到右边 中间 左边 等待着各位我们的明星踏上红坦的时刻 媒体朋友们也辛苦了 对于我们的国民爱豆啊 我相信千玺这一次是刚刚步入大学生活 怎么样 中央戏剧学院的生活现在是不是还蛮享受的 现在刚刚摄影下来 接下来的这个生日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很多人都在祈祷说你的生日的愿望 能不能在现场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 生日其实就是因为18岁的吧 然后所以会跟粉丝朋友们开一场生日会 然后所以也算一个小惊喜吧 有人拜托在微博上留言说 想问一下千玺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中意的生日礼物 想要就是在你这一天的时候能够得到 或者是自己有没有一个小目标 我其实生日愿望就是能跟 就能跟家人朋友然后在一块过生日 就OK了 工作太忙 有时候陪伴家人的时间太短了 学习之余拍好戏 我们也期待更多好的作品的传递好吗 谢谢千玺今天来到现场 请在一场休息 辛苦了 谢谢大家